我想你現在國外 國外的團體也帶 我在你的臉書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我印象深刻 為什麼 月蛋的佩特拉故城 對 我上回進去用走的 出來用跑的 為什麼穿一件那個薄外套 因為溫度四十度 跑出來是全身都在滴汗 全身都濕了 這個是非常古典的 就是到那個地方去印象深刻 那我特別請教戴董事長 就是說 臺灣現在解封了 我看去日本非常多 很多人現在到日本 快樂得不得了 像這個日本 我這次到太吉馬哈林 我就想到像紀錄城 大阪城都有那個味道 所以在國內旅遊 面臨國外旅遊的競爭以後 我們如何創造開啟 臺灣旅遊一個新的價值時代 我覺得現在的話 臺灣旅遊政府 跟所有的業界 應該做一個檢討 我們今天要來臺灣 我曾經在烏魯木齊 見到有一位非常優秀的一個當地人 帶來臺灣的導遊 他來了十次以後 他現在想要來臺灣 他說他都在一折花抖 為什麼 從烏魯木齊到臺灣 包括機票 包括七天的吃喝碗 多少 臺幣一萬五千塊 所以說我們應該思考一下 我們這麼便宜的人來到臺灣對不對 對 是給我們是加分還是減分 所以這個情況下 有一段時間路客來都是火燒車 對啊 所以說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現在我們在講說 要叫外國來臺灣 今年目標是一千兩百 什麼什麼的 不是蠻量 不是看量看值 對 要值 所以說要看值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現在來了很多人對不對 把我們在臺灣的生活的水平 拉下來了 對 我們要嗎 對 我們現在用我們的製造業 用所有的國際化 來提升臺灣的品質 而不是找一些很便宜的 真的來臺灣 對 一萬多 一萬多 就能來臺灣玩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臺灣我覺得政府應該思考 不要一直說 我們今年會有一千年玩幾萬 所以不應該的 對 第一 第二到國外旅遊的話 我覺得我做這個東西 可能是我是古摸 所以我是整個跑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話 以色列一旦 全世界我覺得第一名 埃及我帶了九次 我覺得第一名 所以很多帝王對不對 外蒙古 對不對 覺得第一名 我一直在創造這些 可是今年 我覺得這個疫情以後 我覺得對還是錯 所有業界 今天以前的那一年 就開放差不多一年 大家都 我生意好的不得了 只有我生意不好 對 為什麼 我不去走那些搶著低價的 日本五天一萬九 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那不如 我還是要維持著 因為我們正常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正常合理的一個 把它如何提升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臺灣應該這麼走 不應該是一直用價格來出國 用價格來拉臺灣 我覺得這是應該考考慮 這個帶董這個是要給交通部 觀光局 觀光署很重要的思考 就是不要衝量 衝職 用職來帶動臺灣的旅遊 這個高職化的旅遊的品質 我想村長一直在想這個 我今天特別請教你 就是說好 你今年快七十歲了 你看起來不會比阿通要年輕 你知道嗎 你們兩個看起來年齡差不多 但是村長還是很有幹勁 我就想說 你對太平雲梯或太平村 未來有什麼長年的規劃跟想法 我們太平 我把雲梯也賣個點 就變成一個舞台 所以我們太平雲梯 最近我們要辦理婚禮 新旺夏婚禮 然後要辦理國際的服裝秀的主秀 跟服裝公司 對 然後跟戲劇學校來做我們戶外劇場 然後我們也希望結合太平的各項的地理優勢 來創造七碗茶地景藝術 像日本一樣的 我們有文學藝術生態音樂的藝術 跟茶產業跟觀光結合的藝術季 還有我們要做一個四季發源 觀星基地 因為我們太平是還把一千多公尺 很像是加拿大布莎德維多利亞一樣 我們今年水保局會給我們這樣的經費 另外還做一個絕類基地 因為太平有十條山溝 我們會跟聯絡局跟我們阿館出來合作 把那個整個絕類在做呼籲在培育在展示 未來就是一個環境交易場所 我也想希望讓太平有其他的一些戶外的體驗措施 包括車路 包括露營 包括戶外活動 降落傘等等 這些活動讓一些動態的 娛樂的也加進來 然後結合上我們旅遊業來推薦 然後我們希望創造一些比較好的餐廳或旅館 來上 中 下游的人 都可以到享受這樣大自然的美 所以我希望太平還是有無限的空間 那我們老街也希望重新再整建一下 把那個視覺 文化跟內涵再度提升 村長手到手到之處 沒有一個不用心 這個不容易 這個跟我們戴董事長一樣 我看你的臉書裡面寫 他說我修了一百個EMBA的學位 這十年對你來講 從製造業到了旅遊業 我相信 因為旅遊而重複了你的生命對不對 我講這個話一定是對的 對 所以我在想 我說人生啊 你給自己的期許 這個是人生的標關 四十歲的衝勁 五十歲的體力 六十歲的智慧 七十歲的心胸 八十歲你怎麼下評論 面對人生 面對人生 你快樂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開啟我們心靈的豐富 那我相信在旅遊的世界 這個人生這個只為了要一直在玩 找好玩的景點 好吃的食物 然後好朋友大家一起暢飲 我想這個是快樂人生的一個很基本的元素 所以那著手是超快樂人生的全世界